今天我们要去吃豆汁 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很臭很恶心 可是大家都说来北京一定要试一试 那我们就去吃一吃吧 豆汁有什么呢 豆汁就是可以配这个咸酱菜 然后还有这个胶圈一起吃的 豆汁是由绿豆发酵而成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闻到一股酸臭味 可是是北京人的最爱 那我要喝咯 好酸哦 但是酸酸咯有点带咸 后镜是有点咸咸的感觉 嗯说难喝也没有到很难喝 可是就是跟普通的那种什么豆浆啊来说就是 口味特别了一点 是我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其实还就像什么臭豆腐啊之类的 也是发酵 然后有些人很爱有些人不爱 那可以沾个小圈吃 它概念就是 豆浆加油条 然后点了一些甜品 我觉得他们甜品的那个名字 我都听不懂 就是 有什么 驴打滚 爱窝窝窝 一堆听不懂的名字 然后我就随便点 这叫驴打滚 我还以为是什么很恐怖的食物 结果是一个 糕点 然后这个是爱窝窝 很可爱的名字 豌豆 绿豆 就是抹迹 然后是黑糖的 外面是黑糖 然后里面包着红豆 就叫驴打滚 好好吃喔 爱窝窝 很可爱的名字 开始是抹迹的感觉 可是里面是包这些甜甜的东西 好为了不浪费这个豆汁 我决定一口气喝完它 好暖喔 可是真的很臭 好酸喔 那接下来可以吃我的糕点了 吃完了才发现 原来这个户夺式小吃呢 是很有名的 就是当地人会来吃的 里面都是很多北京人 然后它的驴打滚好像很有名 所以我刚刚还好我有点到 下次来可以来看一下 来吃一下 顺便喝碗豆汁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